神神秘秘,我们今天来聊点不一样的 什么样的血型它适合搞科研 哈喽大家好,我是LoveGirls之一 今天我想聊点不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怪你怪气的小习惯 比如说我本科是夏娜的 我们学院旁边就是南普陀寺 师兄们在开炉子之前 有的人他就会去南普陀寺先拜拜在开炉子看样品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师兄他投稿挑自己的幸运数字的那一天投 或者是比如说周三晚上八点这样投这种的 所以我觉得小小的娱乐一下这些东西还是挺有趣的 首先我想说在前面的是 不同的血型的人他有不同的天赋和属性 而且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也会对人的性格产生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以下说的内容仅供参考好吗 让我们科学迷信,小迷移情,大迷伤身 好了好了我们进入正题 ABO血型的分类在1930年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所以说人们孜孜不倦研究血型和性格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了 所以他也是有一些研究基础和样本的 第一个A型血 A型血的人到底适不适合搞科研 我把国家分布说出来 你们肯定就知道了 A型血最多的国家哪里 德国,瑞典,芬兰,丹麦,瑞士,挪威 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布在哪里 瑞典呢 你就说适不适合搞科研啊 简直完美适合 A型血的人呢 他就是细心严谨,条理有序,未与筹谋 负责任和有耐心 缺点呢 就是有那种一点点完美主义者 总的来说呢 他就是具有我们最近几年追求的那种 工匠精神 所以就是很适合搞科研 工程师啊,科学家啊 制造业啊,那种操作性的职业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听说德国是 世界上人均那种小型挖掘机和插车数量 拥有最多的国家 我在这边就经常去买菜 然后路过别人家的后院 哎,发现这家人正在开小型挖掘机 这,我就 我还有一个八卦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帖子上说 你去打开那个中博网站 搜索博士学历以上的女性 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条件下 三分之二的女性都是A型血 要不你也去搜索试一下 我不确定 所以A型血的人适合搞科研 我觉得就是实锤了 下一个B型血的人 怎么说呢 就不太好说 好事就是有创造力 能动性强 感官敏锐 乐观 这些都是对科研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缺点呢 就是爱发表意见 极端的来说就是爱吵架 我不是黑B型血 因为我自己也是B型血 然后另一个Lab Girls 他也是B型血 我们两个人就经常 你知道吗 意见不合 互相发表意见 然后最后谁也不管谁 但是呢 B型血的人 他通过这种敏锐的感官能力 什么耳鼻喉眼口手 再加上脑子的思考 B型血的人就会略显艺术气息 比如说 莎士比亚 苏格拉比 诺贝尔文学奖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B型血的人 可惜了 我怎么就入了这个科研这一行了呢 还有一个好诗 就是世界富豪排行榜中 血型占比第二名的人 也是B型血 那么第一名的人是谁呢 是O型血 真的好羡慕 乔布斯 比尔盖茨 扎克伯格 马云 柳传志 甚至周杰伦 他们都是O型血 前面这几个人有着明确的共同点 那就是O型血的人的共同点 善交际会演讲 科研圈也是很需要这些技能的 比如说做报告啊 开会啊 合作啊 邀请人啊 O型血的人就很喜欢与人互动交流 积极开放比较有冒险精神 举个例子就是 比如说美国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是O型血 是不是就是 有没有就是那种很热情的那种 我博士的老板就有一次跟我们说过 他每次去美国开会的时候 跟人家打招呼啊 或者是谈论到某个工作的时候 对方就会说 Amazing Fantastic 这种的 但是 如果去欧洲开会的话 聊到同样的事情 欧洲人就会说 嗯 Not bad 就有没有 对比前面说过的欧洲是A型血的人 比较多 比较严谨细致那种的 就会觉得对上了 有没有 但是O型血的人除了会社交以外 也是很适合搞科研的 这个血型是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血型 最后一个就是A型型 这个血型它被大家默认为是 精英血型 又一次流下羡慕的泪水 因为AB型的人 不会被感情或者是情绪所支配 这是什么呀 一个无情的工作机器 AB型的人是你吗 遇到事情表面上若无其事 内心里就在不断的思考 太可怕了 真的是你吗 所谓的精英血型 大家会认为这个血型的人比较适合做领袖 比如说奥巴马 克林顿 巴菲特 还有本拉登 对不起 那么问题来了 领袖和科研 二选一 你会选哪个呢 最后我还想再求生一次 血型与性格的学说来源于日本 这些内容都仅供娱乐和参考 先天因素不是决定性因素 天赋努力和机遇三者缺一不可 所以大家还是去好好工作 好好搞实验吧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或者喜欢我们本人的话 还请你关注订阅 转发点赞 评论弹幕 投币多多支持我们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